说完了硬件,我们再说一下软件 上面提到了Pad Player播放器 它默认是不支持H265的解码的 那这个解码呢,我们需要单独下载一个免费的 现在网上说的比较火的,那就是这个 简单的说它叫LAV 这是它的官网,这是一个免费的程序 目前最新版本是0.76.1,在右侧 有一个版本号,我们点击一下 下面有很多形式 目前这个版本是2022年2月28号发布的 它里面主要有三个文件 我用的是第二个,X64.zip 这是一个绿色文件,我把它放到一个单独的目录 给它解压缩,然后手动去安装 如果你们想这么做,或者在软件方面有洁癖的话 推荐使用这个方案 如果你们不想折腾,可以使用上面这个 0.76.1,安装.exe 这个要大一些,对于新手推荐使用第一个 下载下来之后呢,是这样子 它这里面有三个.bat的文件 如果手动安装的话,我们要逐个安装 在第一个上面,点右键,选择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去安装第一个是声音,第二个是分离器,第三个是视频 要把这三个文件注册到你的系统里 这是LAV的音频.als 以成功,这是LAV的分离器 以成功,这是LAV的video 视频以成功,刚才介绍的是安装教程 如果你要想删除的话,分别点击这三个就可以了 卸载声音,卸载分离器和卸载视频 方法是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说视频播放器 在空白处点鼠标右键,选择选项 或者直接按键盘的F5 就会来到这个位置 接下来很多设置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滤镜 这个滤镜里面有很多内容 到处第二个,全局滤镜优先权 默认是没有这几个的 需要添加这四个东西 这四个东西都是LAV的 就是我们刚才装的东西 这四个分别是LAV的分离器 音频解码器,视频解码器 因为我这个电脑早已安装了 如果你的电脑那里没有安装的话 可以点击右侧的添加系统滤镜来添加 看看这里有没有 LAV音频,视频,还有分离 通过这四个添加 也可以添加外部滤镜 选择那个目录 总之在这个位置要有这四个东西 另外这四个东西的右侧都是给它改成强制使用 这四个东西的右侧都是给它改成强制使用